这又是一个英特尔的新一代的轻薄本小新Pro16用的是Auto5125H的CPU价格是599932G内存1T的固态16寸的屏 我用了乐豆以后就是相当于金豆那样子会再便宜些 刚刚开箱的华硕0要14那个U7性能发挥非常不理想 小新这个呢我估计会性能释放好一点 那可以看出来这个CPU的真实的性能怎么样 机器是我自己掏钱官网买的不是广告不是恰饭不是后舍 机器的包装箱远方的封口机器的外观金属的鲜灰色这边的轮偶整个边缘都没有隔手感 机器A面也不留指纹D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金风口 右边两个A口耳杰尔麦SD卡槽左边两个C口HDMI背后什么都没有 脚垫在桌面的主力感一般单手开合没问题 但是也有一点点问题这是屏开合的角度机身的刚性正常吧 16寸的大屏三面折平框底部不到一只键盘的布局还可以 手感也正常有两个回车键数字键盘 电源键有一丁点的段落感出风口在转轴的缝隙里 触摸板的手感还可以整个C面的边缘 包括屏的边缘也都没有隔手感 小不点电源适配器100瓦C口230克1910克轻拨本力免的重量级 键盘是白色的背光首先看一下配置 这个核显是112EU比U7的120指低一丁点 然后就CPU是四个大核八个小核两个什么LP核 那么比U7明显低了两个大核 3G缓存是18兆 2G缓存14兆 那么缓存比U7是明显少 内存是32G的美光是7467 频率非常高 硬盘是悉数的SN740的1T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的AX211也有NPO 主板的BIOS版本是42PL 1285瓦和115瓦这块屏是华星光电的2560×1600的分辨率 就是6比10的比例 120赫兹的刷新率 放在以前这块屏就好的不得了 放在现在一般 这是内存和缓存 单独达尸的跑分核显13万 新版鲁达尸总分141万 CPU的跑分223多核10分钟是14567 这么看的话前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是01的U7不能代表这个U7的性能 那么U7比U5低22% 非常扯淡的上一代的I5低15% 上一代的AMD的7735H低11% MD最新的7840HS高10% 那么还是没打过AMD 就跑完这项测试 就知道CPU的性能和机器的散热和供电了 最右边最高的是台式机的I5 单核的跑分比较低1641 上一代AMD低6% 最新一代AMD高9% 包括英特尔上一代I5还高10% 台式机的I5高20% CPU的其他跑分其实都不重要 你们带着看 CPU的Mark显卡的跑分是3564 作为核显的话非常不错了 和预想的一样01的U7反而还低3.4% MD的7840HS低13% 上一代AMD的核显低29% I5的核显要低一倍多 最右边最高的是台式机的入门的独显 连续跑3出了25和0要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最大值是2271最小值是2157 差值是114也就第四轮掉了一下 后面基本上都是在2200左右 电源射程平衡模式 循环播放视频 好了总共播放了5个小时 05分钟 有人说应该用PCMark 这个我不太想多说 因为芯片厂家是这样要求的 你们应该懂 断电以后再跑23多核10分钟 我就不做柱状图了 插电不插电的跑分只相差40分 那几乎没有差异 悉数硬盘的跑分开始烤机 单烤CPU刚开始65.5瓦67.8瓦了 CPU频率是2.84.3和2.5G 烤机了39分钟 现在是66瓦88度 那么单烤就完全没问题 CPU的频率是2.84.3和2.5G 开始双烤 环境温度20.9度 烤机了一小时47分钟 CPU的频率完全不固定 完全不固定是60瓦66度76度 CPU的温度也在不断的变化 其实一会儿60几度一会儿70几度 这哪能做数 噪音在人的位置51.9分贝 机身上60分贝 插线板上85.6瓦 单口显卡看不了频率就只能这样了 烤机热成像 这块屏就是泯然重记忆 没有在Y9000P上那种经验感 摄像头和麦克风工业软件测试 表格里面红色好绿色不好 大多数项目是没打过0114的U7 跟AMD的7840H还是没法比 可是工厂检视频 纯CPU的模式是132秒完成 71840HSAMD的CPU快7.5% AMD上一代的CPU7735H慢12% Intel的i513500H慢13.6% 0114的U7 因为机器限制了CPU的性能发挥 所以反而比这个U5慢了24% 我再强调一下0114的重量 比这个机器轻了700克 700克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最左边最快的是台式机的i5 533%勾选了CPU加速 现在核显有占用加速以后34秒 比刚才快很多 0114的U7慢41% U7慢41% 最左边是台式机的4070Ti 快很正常 那么这个速度加速以后还是蛮快 简映剪辑视频核显的占用很高 NPU没有占用 据说NPU是用来做抠图之类的用途 100秒完成U7的话慢5% 已经非常接近AMD上一代核显了 AMD最新一代核显快15% 我勾选了智能抠图 NPU并没有启动 正在导出也是核显有占用 NPU没有启动 1万多行电子表格转换字体 这是CPU的占用54秒完成 这个速度一般 但也比7840HS要强 7840HS慢22% 0124的U7快10% 这个和缓传大也有关系 这是英特尔的AI绘图 只要一秒钟左右搞定 试试看我平常用的这种 我才知道叫做秋夜 2分13秒93 我来切换一下模式 这回是115秒 U7快5.2% 差不多就是核心规模的差异 上一代的英特尔核显慢一倍 AMD的7840HS快34% 拆开机器还是有点期待的 电池比较大 84瓦时 这种扬声器效果也还可以 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这个位置有独显的空焊盘 两个风扇两条热关 两个触风口 这是无线网卡 这边是留白了 其实把无线网卡再挪一挪 这里是可以出一个2280的硬盘位 它是把两个硬盘位都设计在这里了 这是主硬盘2242的 这个位置是2280 我们自己想加装的话是非常容易的 市面上买正常的硬盘就行 然后金属的D壳 有给硬盘做散热 跑几个游戏 刺客信条 英零1.1080P的最低画质 46帧比01的U7还高一帧 打平了AMD的上一代核显 最新一代AMD核显是58帧 高26% 拱木利盈我怎么样都不能全屏 我只能拔掉采集卡不录屏了 非常奇怪 我射程只是内屏显示 它外屏还是有输出 很不错 63帧已经超过了上一代AMD核显 接近这一代AMD核显了 0114的U7也没跌很多 跌了4帧 上一代的英特尔核显第一倍 这种提升还是很大 百世纪的6500X提高一倍多 应该不用继续跑什么了 包括绝对求生也不想跑了 百世纪1920X1200的高画质 就第三档画质 帧数在八九十九十左右 挺好了 这个机器的开箱确定了之前对于0114U7那款机器的评价是对的 就是那款机器的U7不能代表这个CPU CPU的表现反而是这个得到更高功耗的U5更强 核显呢也是它略好一点点 但是对比AMD的7840HS 它的CPU核显其实都不如 CPU差距更大一点 核显小一点 我们的受众给我反馈 说是网上的论调是这个CPU吊打7840HS 怎么吊打呢 等于说给钱就是吊打 反而像我这种是各种阴谋论 各种限流 各种抹黑 我就算是退休不干了 没有输入也没问题 我在家里地下室建了一个小工作室 开箱一台机器亏不了多少钱的 说这个CPU要把7840HS打降价 降价当然是好事啊对于用户 但是你是5999价位段 7840HS是3999到4999价位段 难道降价不是应该这个CPU吗 英特尔的品牌力叠加了联想的品牌力 这样去对比的话 确实有点跨服务器去对比了 但是去掉品牌力的滤镜以后 我们理性的去看产品力本身 英特尔定价确实高于MD 然后重量1910克 根本不能算是一个轻薄本了 那么性能比014的那个28瓦的CPU强 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CPU正面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确实是赶上了MDCPU 只是没有赶超 两家交替前进对于用户一定是好事 而且有大量的英特尔的拥顿 哪怕MD再便宜 他们都不会去买 我们平常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在A卡和N卡的选择上 这点也是非常明显 这是品牌力决定的 这个没办法的 我的作用呢 是让大家更加理性一点 去看产品力本身 回到机器本身 如果不去跨服去对比值 和联想自家的MD版本比的话 甚至可以认为这个机器 有一定的诚意 因为只贵了一点点 一线品牌和英特尔的双料拥等 这个机器可以考虑 因为确实没什么明显超点 现在首发期间 后续呢 应该各个品牌也都会上 我也会希望能够有各个品牌 能够出更加性价比的版本 给MD能够有真正的压力 开箱完毕 最后开箱机折价呢 就五三九九 会随机的时间 上架到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做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 做中正电脑